大家好,我是游钓行 中坠堂底短子线钓法飘向啊,是顶飘多呢?还是黑飘多?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因为这个问题啊,要是让钓友们回答的话,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比如喜欢梅州钓法的钓友,他们比较一致的认为呢,顶飘多 而另一部分钓友却说啊,下钓和黑飘多 比如来自江苏的一位叫千坠堂底的钓友,他说啊 我发现千坠堂底超短子线钓法,黑飘比较多,顶飘很少 以前呢,看到无论是说顶飘的多,还是黑飘的多,都没有说原因 为什么会顶飘,为什么会黑飘,很少有钓友说原因的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啊,一位来自北京的,叫野水的钓友 不仅说哪种飘向多,还说出了原因 他说水底地形的因素决定着是顶飘还是黑飘 这个结论呢,别开生面,很有道理,也很容易理解 他是这样说的 我在使用梅州钓法垂钓时,仅仅是八指环触底 不管千坠上方的太空窦是否打开 浮飘飘向是上顶还是下顿 我的感觉是取决于水底是比较平整,还是带有向前的坡度 如果比较平整,飘向多数是上顶 而如果有坡度,则飘向多数是下顿 这也比较好理解 带有陡坡时,于此而后抬头时 瞬间将千坠带动的向坡下滑去了 所以是下顿的飘向 而水底比较平坦时,千坠没有向下滑动的条件 则自然是把千坠带起来了 所以飘向是上顶 希望啊,钓友们一起探导 把锤钓钓个心里明白 这位野水钓友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呢 我们再看另一位,来自天津的 是以S打头的一长串英文后缀是2022的钓友说 补充一下 我实际体会啊,流水偏大时黑飘多 净水或微走水上顶多 以上两位钓友都说出了顶飘和黑飘的原因 他们说的原因呢,是不同的 他们对顶飘和黑飘的飘向啊 都有着自己的不同的体验和认知 但似乎啊,都有道理 这个问题要想通过水下视频来证实的话 难度应该是比较大的 但通过一定的方法也是能够得到验证的 那么在没有看到水下视频验证之前啊 大家对这个问题啊,可以先讨论一下 顶飘和黑飘是什么原因决定的 希望能在评论区说出你的宝贵体验和认知 或许对我们大家都有所启发和帮助 好了,喜欢视频请关注长按点赞三秒 谢谢啦 谢谢大家